这节课呢开始我们是介绍一些相关的 网络相关的一些命令 那么这些命令呢可能 信一下啊 可能包含一些以前呢 我们大家已经知道过的一些命令 那么第一个命令呢叫平命令 平命令 那么平命令呢 首先呢 如果说之前没有了解过的 你先得知道它的作用啊 它的作用呢是检测 检测当前的我们的这个 主机与目标主机之间的一个联通性 联通性啊 当我们就要判断 我们当天的脑和另外一台电脑之间 能不能互相通信 那么平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方法啊 但是呢 这个方法不是百分百准确 不是百分百准确啊 为什么不是百分百准确呢 有的一些服务器 服务器是禁评的 就是不让你评 评了我不给你响应 啊 所以呢 它不能保证百分百准确 但是对于就大部分没有禁评的服务器 这个命令是很有用的 啊 主要是检测两台电脑之间的一个联通性 语法呢 很简单啊 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 评 控格 主机 地址啊 这个主机地址呢 我可以说是IP地址 不一定啊 IP地址可以 然后呢 主机名也可以 域名也可以啊 等等 这些都可以的 啊 随便用哪一个 随便用哪一个都OK 那么在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Dub的时候呢 会选择用IP和域名 这两个比较多一点 主机名的话 只适合内网用啊 外网的不大适合了 啊 IP和域名的比较多 那这个是它的语法格式 那例如 举个例子 例如呢 我现在呢 想去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和百度点 抗姆之间的一个联通性 看这个联通呢 是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测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这块来进测了 评 3w.百度点 抗姆 走 哎 出来了 IP地址出来了呀 然后评的时候 没问题吧 哎 没问题啊 正常的去评通了 意思就是 从我们127.0.0.1 这个服务器 那这个服务器 就是我们本机 from嘛 来自于我们这个本机 发送了多大的这个数据量呢 发送了64 BYTS 64个字节 发给谁了呢 发给这个IP了 那最后这个IP的话 它给我们有些响应呢 后面是响应的信息 响应的时间 时间是4.97毫秒 啊 发了好多次 最后的话 六package package 就是说六个包 六个包 传输了 六个receive的 六个被接收了 零 百分之零 package loss 百分之零 这个包丢了 哎 就是没有丢失 没有丢失数据包 time 一共呢 是 这个时间 啊 这个时间呢 是 多长 啊 一共是多长时间 啊 这里面的话 都会给我们去做这个统计的 那么这个就是评命的这个效果 但是呢 由于大家这个电脑没有网啊 所以你就不用评了 你就不用评了 你怎么评都评不通的 啊 可以评自己的啊 评这个 1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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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评了和host 这是可以的啊 但是你评外网 你肯定评不通 评不通 那他就告诉你 肯定是没有网了 啊 如果我说这个命令 是评这个联通线的嘛 要是没网的话 肯定是联不通啊 啊 这个呢 就是评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命令呢 它有一个 好用的地方 就是说 它命令是相通的 该命令啊 该命令可以呢 是跨平台 啊 当然跨平台呢 是指我们Ninux可以用 Windows也可以用啊 Windows下啊 也可以使用 也可以使用 语法一致 语法一致 那么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区别在于 Ninux下 默认 一直 发送 就是你只要不停 它就会一直发下去 呃 Windows下呢 默认 发送 四个 数据包 只发送四个 啊 四个 数据包 它不多发 只发四个啊 默认只发四个 那么Windows下 去试一下 打开运行 CMD 语法一模一样啊 平 123点 百度点 CM 好了 四个包发完了 但是这里面呢 显示的时候呢 都是用汉字显示的啊 这个比较好一点 用汉字显示 比较直观 那如果说 我也想让它和 Ninux一样 一直去发 这个数据包 怎么办呢 诶 加个钢T 加个钢T啊 它就一直发了 只要你不停 它就不停 就可以一直发下去 嗯 但是钢T的话 这个不算攻击啊 你才一个请求 这算什么攻击啊 你得搞一个 成千上万的计算机 来一直评 这才算攻击啊 多高点才算 嗯 这个用法是一模一样的啊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主要作用呢 也是用来检测 两台服务器 之间的联通性 嗯 这是Windows下的啊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命令 所以要求各位一定要记住 但是有东西已经记住了啊 本身就会用啊 这很好啊 主要是检测这个东西 确认一下 语法根很简单啊 屏加上主机就行了啊 第二个叫NitaState 这个命令呢 咱前面介绍过了 表示查看网络的连接信息 啊 作用 表示查看网络的连接信息 语法格式 之前给大家介绍这个语法 叫 NETState 后面什么选项 顺序无所谓啊 顺序无所谓 你如果是记得是TNP也行 这个没关系啊 这个没关系 那这是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 它每个含义不一样 那么杠T 杠T表示TCP 直显示TCP协议 啊 然后呢 杠N是表示 将 呃 字母转化成 数字 哎 然后杠L 列出 列出状态为监听的 状态 状态 为监听的啊 这么一个类表 最后呢 P呢 就表示显示进程的相关信息 显示进程相关信息 啊 一共呢 是这四个选项 那么当时呢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选项呢 是比较完善的一个 啊 那现在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 就是查看全部的 我们这里面带了很多条件 只列出TCP的 只列出监听的 条件带太多了 那么现在我不带条件 N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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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 A S T A T N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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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A呢 还是表示全部 这个没有变化 表示全部 也就是2 然后呢 N也是一样的 N表示 将字母 转化为 数字啊 将字母转化为数字 这第二个用法 那么第一个用法 它前面用过了 那这时候咱们看第二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的话 我来抄一下 N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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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杠AN 然后把这个窗口放大一点啊 走 往上翻 往上翻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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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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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有的网络请求 无外乎 两种协议 TCP UDP 那所以以后这两个词 我们经常会见到啊 经常会见到 那么TCP和UDP的东西怎么去分呢 呃 在以前 我是这么理解的 啊 就是一个比较很简单的区分方式 呃 如果说你用的这个功能呢 你是通过浏览器打开的 通过浏览器打开的 那他走的这个协议 基本上都是TCP 那如果是你通过客户端打开的 通过客户端打开的 那像这种的话 你基本上使用的是UDP啊 你这么来区分的话 还是很好区分的啊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啊 不是绝对的 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啊 这样区分的话比较容易区分 那么除了这个协议 除了协议之外 那么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信息 啊 比如说这个本地的我们地址 然后呢 外面的地址 然后还有状态 状态之前没有listening吗 是吧 现在还有什么 establish的 establish的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我这个请求 其实已经是完成了 establish的表示完成了 listening表示在先听啊 但是状态远远不止这两个 还有其他更多的 其他的选项啊 东西呢 列的比我们之前更全 东西比我们列的更全 这里面还有type 类型 这里面又有状态 又是listening 好多listening 那还有这个connected connected叫正在连接 正在连接 状态比较多了 那这个呢 a呢就表示的是全部 a表示的是全部 n呢还是一样的 将之前的这个地方 这些呢 字母啊 给它换成了数字 这就是它的差异 和上面这个面 基本上差不多啊 就是显示的内容 一个呢多一点 一个呢少一点 它的作用是查看连接信息 查看连接信息 那这个命令呢 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去用它啊 那查看连接信息呢 是一种情况 还有就是呃 在后面的课程 有个叫TCPIP协议的时候 TCPIP协议的时候呢 也需要去使用这个命令啊 也需要去使用这个命令啊 就是这个命令啊 两个选项 呃 一个是TNLP 这是查问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写的全部 叫IN啊 写的全部的相关信息 这是上面这个啊 之前的讲过这个 下面这个呢叫穿设路的啊 穿设路的 穿设路的这个命令呢 先不说什么意思啊 我先把这个图 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图都见过吧 类似的啊 查询什么的啊 查询快递的吧 哎 查询快递的 那么查询快递的话 人家们快递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才发出来啊 这个地方发出来 然后到上面搜到了 那给我们看这个信息 是有什么用呢 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看 快递在某个时间点 到什么地方 是不是啊 那这个穿设路的 又干嘛呢 它就类似于这个作用 就类似于这个作用 穿设路的作用 就是去查找 查找当前的这个主机 就是我们操作的这个主机 与目标主机之间 所有的网关 所有的网关 网关就是什么 对啊 就是路由器 就是查找出我们的当前地址 和目标地址 其实相当于是发电人 和手机人之间的关系 找出这个两者之间 所有的网关 就是路由器 就这么一个作用 就相当于 我想知道 我这个请求啊 要请求到这个服务器 它走了哪些路由器 可以把路由器的IP地址 给它列出来 当然这个命令呢 它也存在上面 像这个屏的情况 并不是所有的服务器 所有的路由器都会给你响应 有的路由器不给你响应 那么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呢 会给 会给沿途 各个路由器 发送一个数据包 那么这个数据包呢 它是另外一个协议啊 这个协议呢 叫ICMP 数据包 发送这个IC ICMP 这个数据包 那么这个数据包的话 服务器 就是我们的路由器吧 可以选择给你响应 也可以选择不给你响应 路由器啊 可能会不给响应 也可能会给你响应 这个呢 就得看具体路由器的设置情况了啊 主要是这么一个作用 它呢 能够列出我们所有的一个网关 这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需要注意 这个命令不是内置命令啊 这个命令不是内置命令 需要安装 该命令不是 那一只命令 需要安装 但是 就是我们目前的啊 已经安装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 选了 开发 工具 开发工具里面自带的啊 如果之前没有够开发工具的 那么这时候你的 参赐路的这个命令呢 你用不了 试一下啊 但是的时候 由于我们这个是本地 本地这块呢 呃 教室这块的机器 可能会多了限制 不一定能看得到 你想要的效果啊 不一定能看到 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试一下看看啊 T-R-A-C-E-R-O-U-T 参试录它 空格 加上 主机 地址 这个地址呢 也可以是域名 也可以是IP 也可以是主机名 都是OK的啊 都是OK的 嗯 好 来试一下 这个包 哇 停了啊 3W-R-A-C-E-R-O-U-T-E-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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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这边这样的 咱们为了看到理想的效果 我换一台服务器 我用我线上的服务器 这个全是信号就看没有意义了 根本就跟踪不出来 看这边 TRACEROUTE 3W.百度.com 看他怎么走 出来了吧 他已经列出来我们这条线上 你连到百度条线上 经历过的一些路由器 当然经历到有些地方的时候断了 一旦断了后面就基本上都断了 到哪个点断了之后 后面就基本上没戏了 端口号这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端口号 只能看出他的一个IP地址 只能看出IP地址 这是命令他的一个作用 当然这个作用的话 是我们通过这个工具 就是命令行来试的 那么除了这个命令行来试的话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待会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他方式 就是不一定的 非得通过这个命令来 这个效果 TRANSLOOT 执行之后 会列出像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块的话 什么什么本机 本机呢 然后再往上找上一个路由器 是11.208.177.209 那么经历过这个路由器 他会了费了多长时间 后面的话 这个请求包的 对那个东西 再往上找 再上一层 再往上找 再上一层 一直到最后 如果你理想效果的话 其实找到最后一个 应该就是百度 那个IP地址 这是理想方法 但是这条路上的服务器呢 一般大多份服务器 都会给他设置一个 静止响应啊 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攻击 很少能找到说 能从头到尾都通的 很少这种情况 它这个效果 其实和就我们查看 这个快递的这个路由呢 是差不多啊 类似于 类似于查看 快递的一个跟踪路由 采用到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川赛的这个命令呢 川思路的这个命令呢 是我们宁种之下的命令 它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之下 命令是不一样的 Windows之下 也有这个对应的命令 在Windows之下也有啊 了解一下 在Windows之下 Windows之下啊 也有类似的命令 那么Windows之下的命令呢 它叫TRACERT TRACERT 就是把这个root啊 给那个缩写 Tress没变 root变成了rt了 那就捡写了一下 语法也是一样 后面加上主机地址 没什么变法 那温等下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啊 ACERT 多了一个E啊 TressRoot 3w.百度.com 或者说不评百度吧 我就评我的虚拟记得了 因为虚拟记得我本地 这样的话 我知道应该可能好一点 19168.21.136 看得怎么走 出来了啊 没那么快吧 就一行啊 本集难怪这么快啊 难怪怎么快 那不咱试一个IP 试个教室的IP 8081.2 随便找一个吧 找一个81.88吧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IP啊 跟踪完成 这个是谁的电脑是吧 消失的太快了 换一个吧 看能不能找一个外网的 114.164.114.114 看这个跟踪怎么样 跟踪内网太快了 就看不到什么效果了 好 跟踪到他的路由 那他呢 其实应该是先会找我们的 本地的 先找我们本地的网关 本地的网关呢 是10.254.0.1 那咱们再往上找 完了 那一到新的话 后面就全新了 基本上 不用捆着水 哎 越通越通了 他发了三个宝 相当于发了三个宝 211 我们这个Windows的话 他找的这个时候呢 这个速度要比Ninux要慢好多啊 他一个的找慢挺多的 但是他找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应该是比Ninux要好很多 一个是呢 包含了这个中文啊 还有呢 他这个 跟踪的时候 丢包的这个率还不是很大 Ninux的话 这个丢的东西挺多的 完成了 有七个点 到218这个 在下面一个呢 就找到14了 就找到14了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他的域名 是1414 IP这个域名 你全是全是这个域名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效果 再是Windows的 用法 用法的话差不多 就是命令不一样 一个呢 是TrensLoot 一个是TrensRT 后面的话 也是跟着这个主机的相关机器 是 经理 whoa daí 我 我 识